杜特尔特访华前,菲律宾有将炮口对准美国 相比无数次拒绝美国访问邀请 杜特尔特来华的频率估计够让美国眼红的了 更彰显了中非关系非同一般 而在杜特尔特此次访华前,菲律宾再次攻击美国 微妙的时机意味深长 7月5日,杜特尔特吐槽美国老是怂恿菲律宾在南海和中国对抗是拿菲律宾人当秋翼 相比之下,面对屡屡挑拨中非关系的美国 杜特尔特已经多次拒绝了访问 理由诸如太远了,没钱过去 针对近日美国要在中国周边部署中程导弹的想法 8月7日,杜特尔特在演讲中特别提到 永远不会同意美国在非部署中程导弹和核武器 以此对抗中国